只需要一刀 就能逆袭成全清朝野的九千岁 这样的事你敢做吗 明朝就有这么一个太监 他输掉家产卖掉妻子 还一刀剁下了自己的命根子 只为了赚钱继续赌博 就是这样一个世锦烂人 却成为了朝堂上呼风唤雨的一代权臣 他就是魏忠贤 魏忠贤究竟做了什么 他那一刀又到底价值几何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聊一聊 明朝第一大太监魏忠贤 魏忠贤本名其实不叫魏忠贤 而是叫李靖忠 1568年 他出生于河北苍州的一个普通家庭 虽然家境贫穷 可魏忠贤却从来不以为意 整日在街上浪荡 跟一群街头混子拉帮结派 觉得人生大事只有酒色还有赌博 那时的他连大字都不是一个 却偏偏懂得骑马和射箭 他的父母一看 觉得这熊孩子早晚会出事 就给他娶了一个妻子 希望他好歹收一下心 可江山一改本性难移啊 魏忠贤结了婚以后 只是更加的变本加厉 赌博这个东西 就是一种强烈的精神毒品 沾上了一辈子都别想甩掉 魏忠贤虽然家里娇气在侧 身上大子没有一个 却成日只知道赌钱 经常赌钱的人都知道 普通人赢少输多才是正常现象 从身价千斤的富人 到一闻没有的穷鬼 往往只在瞬息之间 这次魏忠贤赌引上来又去赌了 可他全身上下连家产 早都输了的底调 那怎么办呢 他看向了他仅剩的 可以卖钱的东西 他的女人 这是办完魏忠贤有过短暂的清醒 只是那时他真的是一无所有 所以心灰意冷之下 就回到子宫了 这个事情其实魏忠贤早就想过 可一直没敢去做 富贵总要险中求 如今自己混到如此境地 进宫谋生也是一个不错的出路 进宫之后 他先是到了几年马头 先是跟的太监孙先 在市井街头混了那么多年 魏忠贤别的没学会 人情世故倒是学了不少 因为他极其善于察言观色 鳄鱼奉承 所以很快就捞到了一个肥柴 在夹子库当差 流水捞足的魏忠贤 没有忘记打电 一次送礼 送得比较合乎心意 他就被大太监魏巢看上了 这刚进宫不久的小太监 结识了贵人 魏忠贤知道 自己飞黄腾达的日子要到了 那时一心只想着还赌债的小太监 并不知道 有朝一日 自己会成为在朝堂之上呼风唤雨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九千岁 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他是一个市井混混 也是一个卖气赌钱的无赖 为了还赌债 情愿入宫当太监 魏忠贤这样一个烂人 到底是怎么时来运转的呢 他的机会就在魏巢身上 几番接触再加上机缘巧合 他发现魏巢成功的秘密武器 那就是天启地诸游教的如母客室 谁会不要摆在眼前的大机缘呢 魏忠贤很快就使出浑身解数 跟客室勾搭上了 两人相遇就如同干柴遇上烈火 相传当时魏忠贤自攻时 藏气没有出境 在遍地是太监的宫里 魏忠贤显然更能满足客室的需求 这种情况下魏巢自然就显得碍言许多 魏忠贤不能放着这样一个对手在眼前呢 所以他就假传圣旨 让魏巢去守皇陵 这一去 魏巢再也没有回来 因为心思缜密的魏忠贤 早就在路上安排好了杀手 不过是一个太监 和皇帝的儒母结成对食 魏忠贤 后来又为何拥有那么大的权利呢 这事啊就得归到天启的朱游贤身上 他有个响当当的称号 那就是木匠皇帝 一个只知道埋头倒腾木头的人 自然也没啥心思管国家大事 身边的人为了讨好他 一块普通的木头 愣是被玩出几百种新花样 朱游贤只听他奶妈的话 同样他也对魏忠贤十分信任 关于魏忠贤与朱游贤的关系 也可以说魏忠贤确实运气十分好 这事还是跟魏巢有关 当年魏巢把他介绍给了太子公 太监王安 他就被分配给 朱游贤母子当伙事管理员 很多人其实是不想要这个差事 因为这牵扯到当年呢 万历年间的国本之争 万历皇帝很不想要朱长洛当太子 但是东陵党一派却坚持要成绩正统 这一拉扯就拉扯了几十年 最终万历皇帝妥协了 皇帝明摆着不喜欢朱长洛一脉 所以当年他的儿子朱游贤 是相当不受待见的 但魏忠贤却对他们母子尽心尽力 跟朱游贤俩人啊 处得比亲父子还亲 后来到底发生了什么 使得魏忠贤一步登天呢 这个男人明明大字都不是一个 却能够掌握一个帝国 一个美种的毒鬼烟臣被推至权力巅峰 魏忠贤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原来那时明光宗只继位一个月就驾崩了 朱游贤也令人跌破眼镜地当上了皇帝 魏忠贤也自然跟着飞黄腾达 再加上如母克氏这个神助攻 完全可以说魏忠贤是朱游贤身边的第一太监 那时候魏忠贤有多受宠呢 朱游贤一上尉 他就被封为了司礼禀禀太监 还被刺名魏忠贤 就连他的哥哥和侄子也都被封了官座 魏忠贤心思也十分活络 他专挑朱游贤在倒腾木头时汇报正事 朱游贤自然没空搭理 所以正式处决的大权 就实际上到了魏忠贤手上 那时朱游贤糊涂到什么程度呢 他后宫里没有一个子嗣 因为全被魏忠贤和主母客室给害了 所以底下的人对这个皇帝身边的第一红人 没有不巴结的 后来魏忠贤还兼任东厂常卫 手下耳目多达上万人 他的党羽五虎十狗等 做尽了丧天良的事情 但凡民间有触犯他的 都会被捉去处以急刑 官员们排着队等着巴结他 把他比作孔孟圣贤 雄才大略高于一缕和管商 谁又能想到 他就是大字不识一个的流氓呢 甚至还有人为他花大价钱 见生辞 光地点就有九十二处 白银耗费千万两 那时他已出行了 随从过万步说 底下人高呼万岁 甚至还有人行跪拜大礼 一句话来概括 就是百姓们只知有魏忠贤 但不知有皇上 后来朱游教突发疾病 一命呜呼 而他又没有子嗣留下来 所以他的兄弟崇祯就继位了 新帝上尉自然就没了魏忠贤什么事了 他在被派出宫时 亲手结束了自己的性命 纵观魏忠贤的一生 从街头混混做到权倾朝野的九千岁 你要问他那一刀直吗 他的答案 大抵是值得的 毕竟他从进宫以后 再也没有为赌债发过仇 能体会至高无上的权力 也是普通人不敢想的运气 对于明朝第一大太监魏忠贤 您有什么看法呢 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感谢观看